畫面上就是這一次基隆市選委會所舉辦的第一場 基隆市長選舉電視公辦這件會 在中加寬屏基隆攝影棚舉行 首度讓五位候選人齊聚一堂握手致意 而按照抽籤順序 五人依次發言 每個人可以發言15分鐘 今天是我們市長候選人 總共有五位的電視證監發表會 那我們也希望各候選人能夠利用電視的證監發表會 讓所有選民能夠知道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證監 那今天的流程 我們等一下會請以簽到的順序先來做抽籤 抽籤之後再以抽籤的序號上台來發表證監 每個人是15分鐘 那今天是第一場 我們在下個禮拜二 11月22號一樣晚上7點會有第二場 希望選民們能夠觀看 然後充分了解 但是也不要忘了 11月26大家一定要去投下神聖的一票 不斷的就非常多市民關心的議題 不論是交通改革 不論是公車的議題等等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真的來反映我們青年世代 還有安樂區朋友 很多市民朋友的聲音 我們努力的為市民來監督市政 為的就是能夠跟市政府一起來前進 打造我們心目中更好的基隆 我參選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有機會改變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 讓每一個台灣人都有權利選擇他自己真正喜歡的制度 這算是一種新的民主理想吧 我把它稱為多元和諧的個人選擇式民主制 屬於第三種民主 所以我會認為假如未來的市府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機遇的話 一定要努力的替基隆打造我們在地的就業機會 我認為這個時候也已經到了 只要到了南港再過來到了系子系科 再過來就進入了基隆市 所以我大力鼓吹基隆市要打造屬於自己的內湖科學園區 屬於自己的一個大型的就業基地 而地點呢就是在五堵 市應加上宥昌市長 我們擺脫了基隆墊底的命運 我們讓基隆大步的昂首向前飛 我們也看到市民對於過去這幾年來 基隆的城市改變給予我們高度的評價 過去的努力我們非常感謝 但是未來市應會繼續來努力來接棒 這裡面有四個主要的政見 第一個是延續四港再生標竿計畫 第二個是全力推動基隆捷運 第三個是基隆的歷史場域再現 第四個是海洋城市基隆的驕傲 我期待透過這四個主要的政見 打造我們基隆的風華 我們的政見就是要打造亞洲最佳一地城市 一個是硬體的建設 一個經濟的條件 文化 教育 醫療 交通 治安 這幾項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涵蓋的層面 已經把一個城市的治理 城市的願景都已經勾勒出來了 那對於我們來講 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是什麼 經濟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經濟的問題裡面 我們在這個七個主要的架構底下 我們認為基隆在未來的 整個發展上 應該是在觀光跟產業創生上 據努力 記者黃日生 張啟騰 基隆報道 的說法 是 大家根本有說 精靈的